往來的人是因為我昨天是6點40幾的時候 我們還是有一堆人往前往你們走 已經有人往外走 所以洪一哥結論就是說 就是至少你問我嘛 我當記者 我的看法 洪三軍那一場我會覺得是百萬 昨天至少是50萬 就是你問我 我自己感覺 在我的採訪的印象中 我就會界定這一場是50萬 那問一下陳薇婷 你有南部同學上來嗎 你有看到嗎 有一些南部人上來 等一下好不好 我們先休息一間 好 而且昨天事情其實很罕見 一個小時後 一個小時後 中部一次 新聞 好 歡迎回到我們現場 一下有威婷 要念清楚 威婷 威婷 那你有看到很多中南部的朋友上來嗎 還是你觀察到 我自己也有一些中南部朋友 因為他們從立法院被佔定去之後 他們因為不住在台北 所以其實沒有辦法來支持 就只能在其他地方 像台南之前也有 就是支持立法院的活動 他們一直到昨天才有機會 就3月30號才有機會來台北 終於有一個機會來台北就是 響應支持這樣 所以最近非常多中南部的朋友來 然後我覺得 雖然昨天好像很多人 可是我覺得還是要堅持下去 因為昨天只是一個活動 但那個活動的目的是要大家繼續思考這個問題 不要因為結束了就覺得好像做了什麼 沒事 對 還有看到有人發三角飯糰 對 我看到好多人發物資 其實那個算人數我提供大家 其實有可以很精準的算法 尤其在凱道人數其實不難計算 為什麼 你只要去比對 因為昨天是星期天嘛 其實台北捷運公司 你只要先提供一個資料 就是平常星期天下午 譬如說中午到 定一個時間記錄的 譬如說到下午4點 捷運台大醫院站的進出人口 人數是多少 出站人數是多少 跟昨天對照的 增加出來的 就一定是去參加遊行的人 我們講大概90%以上 是去參加遊行的人 然後這是一部分人數 再來就是剛剛那個警方講的很複雜 那個面積的算法 其實那個一點都不複雜 一平方公尺是多大 大家看前面這一塊 我們這個哇哇哇這一塊板子 因為它是不規則型 你把它算成正方形 大概就是一平方公尺 對 約一平方公尺 那占三個人其實是非常鬆的算法 因為 以捷運系統在算運量的時候 就是我的尖峰運量 可以載多少人 它是一平方公尺可以擠到六個人 所以 昨天現場 三個人其實是很鬆的 這樣直接可以載六個的 對 三個人其實是非常鬆的算法 五個到六個 非常鬆的算法 所以 凱道就是如果從 那個公園路 就是台北賓館這一邊 一直到中山南路 還不到警埔門這個方鎮 塞滿人的話 大概可以擠三到五萬 不一定啦 這次黑潮每一個人都那麼胖 對啦 現代人比較胖 所以其實 這是今天蘋果的照片 我覺得這張照片拍得很好 蘋果還是花粽子 對 這是用直升機在正中間空拍的 我跟紅山軍人 這張照片很貴的 對 我跟紅山軍人最多的那張照片做過對比 我跟大家講差別在哪裡 這邊是 警服門 這個警服門嘛對不對 紅山軍人最多的時候 大概只從凱道 站到差不多這個地方 然後兩邊中山南路溢出的人 其實大概只到一半而已 昨天的人是 我們這邊還看不到喔 這邊到中下東路都有人喔 然後旁邊什麼青島東路 濟南路 然後228公園後面的什麼 襄陽路 懷寧街 幾乎都滿的喔 都滿的喔 所以如果說紅山軍宣稱有36萬 我覺得昨天這場講50萬 不誇張啦 真的不誇張啦 好 我給大家看這個照片 這是我昨天在結束的時候拍的 那我上下兩張喔 那上面的就是 在活動宣布結束以後 上面這個大概是8點5分的照片喔 我們看一下這張大一點好了 你看 它整個凱道從舞台往警服門 警服門這邊喔 很乾淨 嗯 我我我 沒有一片垃圾 真的沒有 絕對不是荒為漢監喔 那個時候我也不可能一個人撿那麼快 而且你看頭腳都乾淨乾淨也沒有 蓋水旁邊這裡都沒有 我可以直接躺上去睡覺喔 那樣的乾淨啦 這是在一整天的遊行之後的主舞台 然後另外一張照片呢 就是我繼續往警服門方向走 這個其實是一個三線 我不認識他 三線喔 他應該是高階的警官喔 他跑去跟這些學生講話 那這個學生我把它放大一點 三線一星至少是分局長 應該是分局長 你看他他穿的那個衣服 就是昨天的糾察隊 叫做自由貿易不自由 這昨天有300個人喔 這種的才是 昨天我特別講 大家都穿黑衣服 可是這種的才是我們糾察隊員 請大家聽從糾察隊員的指揮 他們最後休察隊員等於也情緒放鬆 那大家都散很快 然後坐在這邊休息的時候 這一個高階的警官過來 跟他們大家問候致謝 學生也給他拍手 然後跟他說謝謝 這種這種 那那一刻我真的覺得 因為上個禮拜才發生那樣我覺得 這個才叫做拍肩膀嘛 對 很難 很難 很難彌合的那樣子的衝突跟流血 台灣人的心都被撕碎了 可是昨天的那一場遊行 讓大家知道說 這些學生是可以做到的 為什麼齁 我跟民進黨立委說 你不要一直跟台北市說 我說天龍果 因為你講他這樣 他就更不舒服 大家就對立啊 你講中國叫阿拉拉 西阿拉拉 他也很不舒服 所有的紛爭 都是來自於歧視 來自於你污蔑他 我覺得馬英九政府 這一次就是在污蔑他 還有一些媒體 因為我一天去的時候 我看到兩台SNG車 很深藍的SNG車 我不要講哪一台 結果都去被貼上那個便利貼 我搭到抹抹抹了 好像布丁一樣嘛 然後還有那個塗鴉 那結果你知道 那些青年學生去把它撕掉 然後呢 因為那個字寫得都很不堪喔 什麼中國走狗啊 什麼外國 都把它撕掉 撕掉以後還把它清洗 結果我看到有一個朋友 他寫 他舉牌喔 他說 我是忠實記者 我反胡茂 他說 我這樣如果被人肉搜索出來 我沒有工作 拜託大家收留我 他說他也是反胡茂的 可是他在一個體系裡面 他沒有辦法 沒有辦法 那我當時就呼籲說 不要對媒體記者不友善 因為他可能有他不得不的地方 或者他基於他的工作上 這次我還觀察到一個 我自己一個另類的想法 這次所有學生的318學院運動 一直到現在330 等於是這個過程之中 所有的費用政府都應該買單 為什麼財政部外交部都應該 總統府都應該買單 為什麼我會這樣講 在這之前的過去的一年 其實不管是我們現場的人 或是說外面的民眾 他們對於福茂這個東西 了解了多少 他們知道了多少 也許偶爾談話一線 我們會看到財政部在電視上 100多場座談會了 對 那一座人會 誰參與 那一座人會有多少人 也許我們會在電視廣告上 發了超過多少個600萬的廣告費 沒錯 我們就是這樣子 誰會對這種東西有了解 透過這次318學生運動 一開始到現在 我們不管今天在場的學生 或在場的民眾 或是說外在的人 他到底了不了解這個東西 但至少讓大家 已經有一個討論空間 或許有些人從贊成變反對 有些人從反對變贊成 但間接的都讓所有的民眾 去了解這個東西 那我就想問這個政府 你到底在幹嘛 過去的那麼長的時間 你到底在幹嘛 對不對 不好意思 志祥 我還是回到問題本質 這一次為什麼有50萬人會站出來 其實是政府都在說白菜 就在呼滅對方 對 沒錯 馬總統那天不是有回應學生嗎 我們有144場什麼說明會 20場公聽會 什麼溝通 我跟你說 經濟部去年簽符貿協議之前 確實有委託中經院 對產業開放衝擊 進行詢問 他打電話去 譬如說你做印刷 譬如說我們要簽符貿協議 你有什麼看法嗎 他說我怎麼有什麼看法 你要簽符貿協議 我怎麼有什麼看法 你是要開放什麼產業 你怎麼會說什麼 這是秘密 不能講 他打電話給 我舉例 印刷業是舉例 對 其中一個 打電話給印刷業 譬如說給好名義 他說我們打算要簽符貿協議 你有什麼看法嗎 他說我哪有什麼看法 你要開放什麼產業 不好意思 因為要簽協議 不能跟你講 我想問你 這樣叫做徵詢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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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叫做有紀錄 這個是打個電話要業者來背書 對 沒錯 是不是 有啊打電話去了啊 就是最後 有人直接拿出來講說 我就打了誰誰誰 對 對啊 對方沒意見 你覺得政府真正想解決問題嗎 我覺得應該再往上面再拉一層 他一直都認為這是行政命令 記不記得 OK 簽這個協議 是屬於行政命令的這個範圍跟職權 那為什麼會有這樣的認知 因為這是非國與國之間的協議 這才是重點嘛 沒有 沒有錯啦 他沒有變成是國與國之間的協議嘛 所以他非國與國之間的協議 他當然可以用這樣 所以思維的架構就在這裡啊 我再說一下喔 因為觀眾朋友不知道他到底做什麼 覺得很討厭 我說最可惡的就是你在歧視別人嘛 在騙別人嘛 我說這50萬人其實也是馬總統 在前天晚上 記者會逼出來 他所謂的二十堂公聽會 經濟部還好意思講他開了二十堂公聽會 那二十堂公聽會是怎麼來的 是當時經濟部是一場都沒有開 後來是送福茂送到立法院之後 去年六月的草野協商 才決定要開二十堂公聽會 那是立法院硬要求經濟部說 非開不可 由立法院來召開 結果現在二十堂公聽會變成他的 然後呢很有趣的是 總統府前幾天不是很密集發的新聞稿嗎 一直講福茂利大於弊嘛 有很細心的網友就找出來啊 馬英九自己講的 他說福茂簽了之後 台灣的服務業可以成長37% 增加102億的收入 可是我們因應福茂可能造成的產業損失 政府編列958億 所以這個叫立大於弊 你賺一百控制 花九百五十八億 這個叫立大於弊 你總統府發的新聞稿 要騙人也要騙徹底一點 怎麼自己寫這種數字 一直跟我們講立大於弊 學生可證在於 你那個工庫 那個紐約十八的工庫 這花多少錢啊 六百 這六百幾 好像六百幾萬 六百幾萬 我跟大家講 這個錢本來是沒有的喔 他是網友募集對不對 可是我跟大家講喔 他很聰明喔 他是有上限規定喔 對 不能超過五萬 一個人可以最多費五萬而已喔 你如果叫他五萬元 有人費一千萬 我們事情是不是改過啦 他不願意這樣 那事情越大條 譬如說 他如果沒有上限一個人 一千萬一萬 股寬民費一千萬一萬 去訂這個工庫 國民黨會說什麼 這股寬民開啊 對啊 有意識形態啊 這些人真聰明 小孩子真聰明 這是幾百個人機制的 大家彼此不認識 而且你知道嗎 我覺得紐約時報也是有壓力的 在登這篇廣告的時候